在沙巴北部海域失踪将近一个星期的快艇 昨天证实沉没 船上四人依然下落不明 搜救行动今天持续进行 由海市执法机构和皇家海军组成的挖人队 派出13名搜救人员 潜入引擎沉没的相关海域 展开打捞和搜寻行动 希望能够尽快寻获四人的下落 香港及度假村东主林伟贤 两名西班牙籍情侣和一名本地员工 所承搭的快艇在失踪将近一个星期后 昨天证实已经沉没 沙巴海市执法机构及纳敏区主任 Mohamed Zubbi指出 当局在今早六点 连同海军部队派出13名蛙人 前往巴拉班岸岛外的水域 展开搜索行动 希望可以尽快找到四名失踪者 所以我们仍然继续持续 我们相信工作是很艰难的 在游泳中的水域是45米 在游泳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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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米 游泳是在昨天出海打鱼时 在灯火楼以北约2.8海里的海域 发现失联快艇的两台引擎 目前当局已经打捞出其中一台引擎 另一台则沉入海底 除了继续展开打捞工作 蛙人队也潜入23到40公尺的海底 寻找四名失踪者 失事的快艇是在5月2号 从邦基的巴拉邦岸岛返回酒店途中失联 当局最初推测 快艇可能是因为经不起大浪拍打 导致引擎抛锚回不到案 NTV7综合报道